然后我们开始编辑每一块砖的形状 怎么编辑呢 比如说我们想给它一个切角 因为你看案例它有一些是有切角的 它不是很正的这个砖 我们想给它个切角怎么办呢 我们加一个渐变 用这个第三个这个渐变 线性的渐变 然后加一个blend 给到它渐变 然后给一个最小值 那么这样的话 它所有的中间就会加一个渐变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它这个渐变的位置 加一个穿梳纹图D 双击一下这个砖 然后单击一下这个穿梳纹图D 然后旋转一下位移 这样的话呢 我就会给它一个切角对吧 会给所有的砖加一个切角 它现在为什么是所有的砖呢 因为它输入的节点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输入节点 那么这一个输入节点呢就是所有的砖都是一样的图形 我们可以增加它的输入节点 比如说我们增加到二 增加到两个 那么它有一部分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了呢 因为它这个第二个节点没有连任何东西 没有连任何的输入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把这两个复制一下 连到第二个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大概一半的砖 它是正常的 另外一半的砖 它是缺了一个角的 我们用这种方式呢 去调整它砖的形状 我们继续 比如说我再Ctrl C Ctrl V 做一个复制一个穿同图地 然后再加一个Blend 再用一个最小画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 有一个有两个角的切线效果 切角的效果 也可以缩放 两个角的切角效果 那么也可以加一个level 加一个level就是它中间的部分呢 它是平的 然后边缘是有切角的 我们看一下 我让它中间是平的 然后边缘有切角 就是加一个level就可以 然后比如说这个边缘加点切角 那么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切角 比如说你这边还要再加一个切角的话 就继续 我再复制一个 然后再加一个blend 最小画 改变一下它的位置 加一个小画 加一个level 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这边就更丰富了一些 大家看这里 这里就更丰富了一点 也可以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控制它的切角 那么继续 比如说再加一个渐变 然后给它一个创始统图地 加一个level 然后这边也会加一个切角 这个效果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换一种 换一种这个 换一个图案 找一个这个 要硬一点的这个图案 然后给它一个叠加 然后也可以再加一个level 这样的话 它就比较突出了 那么你可以自定义它的形状 通过变形 放大缩小 然后旋转 控制它这个砖的这个切角的形状 比如说是这样的 切角的形状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level level来控制它的切角的程度 那么第二个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个 整个复制一个 然后我改一下这个参数 这样比较省事一点 我还是先连上它 然后我比如说我改一下这个参数 让它做出来差异化 把这个旋转还有对比度稍微改 你看一下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它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会有比较微妙的变化 OK 然后再复制一个 把这个节点再增加一个 然后第三个连到下面 调整一下参数 就是做出来差异吧 就是你需要有几种差异就做几种 当然前期的这个工作呢是比较麻烦 但是呢你可以自定义它的效果 或者是你雕刻几个砖刻 通过雕刻的方式 雕刻几个不同的砖块 然后导进来它的这个高度图 那么这个节点呢 就类似于它的高度图 类似于这个砖块的高度图 OK 现在是有三种砖了 三种砖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slope 拖度模糊 还是加Cloud2 Cloud2跟它配合比较好一点 把这个采用下到最大 把这个条小一点 最小化 同时也可以给它一个模糊 给这个Cloud2一个模糊 因为不给模糊的话 它这个细节特别多嘛 给个模糊 然后看看效果 可以先调小一点 或者是直接在这个总的这个节点上去调 也可以 我们试一下别的节点啊 再加一个这个Noise这个节点 试一下这个节点怎么样 那么这个节点呢就有点软啊 就是这个感觉这个砖有点软 同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节点 这几个节点我们都试一下 这个节点就比较硬一点 试试 就有一点点雕刻的感觉 或者我给它一个level 我这样的话它这个太硬了 这个不是很合适 这个加一个level 加一点点 把这个也加一下 然后我按住shift键 加鼠标左键 把这个节点复制过来 就是把这个连接的节点连接到后面 这个也加一下 c-c-c-v 然后按住shift键 拖动一下 连错了 看一下 先连一下 这样就对了 这等于这三个都用了这个节点 看一下 可以调整一下这个level 那么也可以在这个总的这个节点里面加一个slope 然后我们把这个cloud复制过来 移动过来 小一点 把这个 模糊调弱一点点 然后这个数值再调小一点 模糊再调弱一点 模糊越弱的话 它这里里面的细节就越多 那么模糊放大的话 细节就会变少 这个呢 那这个呢 我也可以加一个level 在每一块砖 这里加一个level 这样的话 它就中间会变平 中间会变平 就感觉这个砖 就是中间还是完整的 中间有一部分是完整的 这个也加一个level 如果是加level的话 这个砖就是破的破损不是很严重 中间这一块是完整的 你可以暂时先不加也可以 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纹理 就是我们为了快速看效果 给它一个纹理 比如说给这个纹理 然后给一个blend 调弱一点 默认的copy就可以 或者选一下这个减去 减去的话 它就感觉坑坑洼洼洼的感觉 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它加一个level 调强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的部分就没有这个纹理了 看看 或者是往黑的调 调黑一点 那么这个叠加方式也可以改一下 这是最小区 最大区 中间 Copy 减去 调亮一点 调亮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它这个纹理呢就会少一点了 然后也可以加一个blue blow 加一个blow 这样的话呢 它的纹理就会更少 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纹理呢就会连成一片了 之前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现在就连成一片了 就是有点像那个砖的小坑的这种感觉 然后再把这个调弱一点 0.03 这个纹理后面我们可以再处理 把这个位移一下 这是往里边的这个比网 如果我们往外的看一下效果 0.06 这个都改一下 缩小一点 这个是往外的 差不了太多 我把它回退一下 好 这是第一种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种